一直以來,頂級珠寶品牌的碗錶collection 都是以女性為主導 男性碗錶是有,但以點絕性存在 所以一直以來都很少得到收藏家或錶友的關注 而這個局面終於被Bougarie打破了 今次在Bougarie舉辦的 Auto碗錶系列子彈中,你會看到更多限量 以及極致複雜功能的藍裝碗錶 2014年面世的Auto Felicimos 絕對是現在一股不可被看小的藍裝碗錶的新勢力 究竟Bougarie如何拓展藍裝碗的版圖呢? 曾經不入我發眼的Bougarie手錶 為何會令我刮目相看呢? 它的錶拿到上手後,真實感覺又如何呢? 這集我會和大家慢慢分享 今次的展覽呢 其實品牌就是再一次要refresh大家 咦,我們這個品牌的造標是非常serious in watchmaking 有幾個款,其實真的吸引到我眼球 我最喜歡的是那隻蝴蝶中至陀飛輪碗錶 我最喜歡的是那隻蝴蝶中至陀飛輪碗錶 那隻應該最便宜是它 首先它的色彈很吸引我,是綠色的 如果在黑暗地方,那隻錶是完全螢光綠色的 是很搶,是很型格的那隻錶 中至陀飛輪,大家可能都聽過,都看過了 其實很早之前,Omega也有做過的 其他品牌,你看到不多做中至陀飛輪 可能第一兩個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有一個技巧的問題 如果陀飛輪放在正中心的時候 咦,我的時分,我放在哪裏呢? 這個款式就很聰明了 在分針那裏,它做了一個蝴蝶 Paper Yung的設計 當它轉動的時候 蝴蝶會放到會動 就像蝴蝶的翼在飛行那樣的 介紹到想像 但怎樣也好,玩的時候,看的時候 是很有趣的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它在12點位置,叫Jumping Hour 之前我都調教過它 它跳得很漂亮 什麼叫跳得漂亮呢? 就是它搭聲,速一下就跳過去了 跳得很輕盈的 因為Jumping Hour來講 有時的錶,它跳的時候 都要力度對價得好 有些太速跳又不行 太慢跳又要走過去又不行 我覺得它的力量用得很適合 很溫柔地跳過去 當然,你有沒有說 這個機芯也不是什麼新的東西 其實是的,你這麼說 我沒有說錯 品牌做一次用一個新的設計 新的機構的時候 其實是向Dan Wolf致敬的 大家不要忘記 Dan Wolf是Bugery收購了的 所以其實是品牌的DNA 我自己做到的 我的助手要偷偷地問我 這支錶就能夠多寫一個零嗎 當然不是 這支可以說是這支展覽當中最厲害的 它有大小字名 有三文 還有陀飛輪 萬年力 這些最複雜的東西 在所有機芯裏面 如果品牌能夠做到 自己做到 不是買回來之後組裝 它是In-House 即是說 我有相當的實力 機芯不是新的 其實之前在2018年 已經推出了 不過它放在Carbond Gold 為什麼它會用Carbond去做呢 因為Carbond的優惠 強 還有Density低 如果Case的Density低一點 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它的聲音會響亮很多 實際聽到 我覺得是小聲了一點 這個有點落差 做了20年前 這個品牌就不入我發眼了 自己做手錶 或者入行 或者對手錶發生興趣 都是因為 給品牌的自家機芯 或者很獨立的款式 而吸引 結果進行做手錶 所以先入行為主 我對所有品牌的手錶 第一件事就問 是否In-House Movement 因為以前的年代 比較少品牌 會有自己的自家機芯 但一般的珠寶品牌 因為它們不是做中錶出身 但又想在這個中錶市場 分一杯羹的時候 它們很簡單 因為它們是做珠寶設計 設計方面 一定是独一模擬 很不同 或者是out of the box 但機芯的研發 它們一定不及得 一些傳統的做中錶品牌 所以對於我這一類的中錶愛好者 不可以叫騎士 覺得它都是一般的 都是賣款式 賣牌子 賣名氣 所以我就比較不會 太注視這類品牌 這個牌子其實都很老地 想去發展中錶的事業 我看到成熱 但似乎可以走多了一些冤枉路 如果大家知道 其實早期的手錶 都是做給女士配戴 所以Bugary都一樣 在上世的二十年代 它做的手錶都以女性為主 到後期慢慢發展 它都有些不同的男裝系列 甚至乎它都會找到 Joach Jenta 一位設計大師 替它做一些手錶設計 好像BugaryBugary 就是它們一個很有名的系列 我們行內要BB 其實做了一些不同的運動款式 就像他們的D.A.Gono 這個運動款式 也曾幾何時 都在那個廁所當中走出來 不過 為什麼不有我發眼 始終它當年的當年款式來說 雖然是帥氣 但沒有了自己的個性 沒有了自己的DNA 它的款式 你看到它又好像是某個品牌的影子 它在2000年的時候 逐步收購了兩個獨立錶品牌 Daniel Rolfe 和Jerard Jenta 當時我有一種期盼 因為這兩個品牌 都是大師級的獨立錶品牌 但又是一點失望 你會發現它做的錶 完全是那個品牌的款式 加一點東西就算了 這件事我留意著 因為覺得浪費了 這兩個品牌都是好的品牌 反而到了2011年 它被LVMH收購之後 它就做事了 2014年 它推出了一個新的全新系列 叫Otto Venissimo 就不像以前了 就是跟著它遲樓走 現在它是怎樣的呢 是一個Transector Radiant是一個Followers 超薄的世界來說 終於玩誰的朋友都知道 八爵 因為它叫超薄大師 甚至有VC 甚至有JLC 但是如果今天來說 大家說超薄 反而大家不會先想起那幾個牌子 會先想起Buguri 它衝完情況如何呢 它一來的時候 不是普通手錶 或者普通機械的超薄 它一來 它用複雜功能去玩超薄 例如陀斐輪 例如三銀錶 嘩 市場很嘩然 從2014年到今天 保持著聲音 告訴別人 我在超薄世界上 我會不停地突破自己 是獲得了很多國際大獎 結果今天來說 大家想起超薄換錶 是會先想起Buguri 其實一個品牌 成功了一個原因 一個因素 不能夠一個因素 包了所有東西 但有一件事 你問我 它的變色度很重要 起碼就是我一望而知 這個錶 就算我看不到標誌 我都知道 或猜到 它是甚麼品牌 甚麼系列 初初出了Octo Felicimo 我總是覺得 是否有Georgenta的影子 因為是Octo 八角 其實不是 其實它現在的手錶 完全是表達到 羅馬的根本性 雷龍帶 噴了沙的Titanium 但猜不到它 竟然是三文錶 一般來說 對三文錶的觀感是怎樣 很重手 或者很classic 等於錶看上去 你看看 很sporty 原來這個是三文錶的按鈕 一按 它就會響 但不告訴你 你以為是這個殼的設計部分 那些按鈕 是融入了錶殼設計裡面 設計方面 它很有誠意 下手功夫 去做這件事 可以嫌疑快了一點 三文錶響不響 其實不是你的錶有多薄 多厚雄 看看你的個案是甚麼物料 當然你說 那個錶打下去的力度 那個density 或者size有影響 但其實而言 整個聲音打的時候 你整個錶是會震盪的 如果你的錶殼的density 太高的時候 譬如用上了platinum來説 是很貴金屬 很矜貴 但因為密度太高的時候 它會吸收了那些叮叮聲 變成它的聲量 就會變小了 所以來說 現在你看到這好幾年 有些各別的品牌 為何用這麼不矜貴的 metal 或者做 有些品牌用stainless steel 現在是titanium 甚至是品牌出到carbon 希望令到聲音 不要吸收得那麼多 這個曼年齡我真的要稱讚它 因為它真的做到不會太麻煩 閱讀的時候很清晰 很舒服 曼年齡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是甚麼 功能方面我就不再詳細解釋了 反而我會叫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曼年齡在標盤上的佈局 星期、月份、日子和lip year 在標盤上要顯示那麼多東西的時候 其實挺忙碌的 品牌在這裡做了一個不錯的功夫 它整個叫做新的鶴 叫做carbon gold 它的顏色配搭 黑色做底 所以用Rose gold的顏色 擺上來就很顯眼 起碼我看上去一點都不難看 還有還有一件事留意一下 它是碳纖維 那一定是輕身一點 如果太輕的時候 就缺乏了質感 在機心的橋板上 向上Rose gold 金,即是質量重一點 即是會補充 雖然你的帶的殼很輕 但我機心用Rose gold去做的時候 質量重了 還有珍珠塔 珍珠塔也用上Platinum去打造 為什麼呢 我以前也說過 因為珍珠塔比較小 如果Density不夠勁的時候 它上升上的未必那麼好 但是為了要跟Bridge一體化之後 Platinum的Rotor 在上面都加了一層 導了的紅金上去 其實很有趣 其實以前的Pocket Watch Pocket Watch 其實Pocket Watch 即是早期 很早期 其實是黃金打造的 因為Pill來講 不是每個人可以有的東西 以及能夠擁有 Pill人一定是貴族 或者是做生意 有錢人家 所以那些Pill來講是很矜貴 經過得來怎樣呢 那些Watchmaker 其實我很喜歡用黃金去做部件 這就是早期的Pocket Watch 做這件事 所以問我呢 我看到它用Rose Gold 用黃金 用金去做這個Bridge的時候 我覺得很棒的 很矜貴 我覺得馬上又提升了很多 當然你本身要對中錶的歷史要熟悉 你自然有那個感覺 很薄 也有朋友問我 那麼薄的錶是否很脆的 手腕太幼的 或者大錶太粗皮的 我叫你不要買了 我提醒大家一句 買下這類的錶 你要付更多的視乎 不要自然 薄的錶 我怎能打的 那不是的 出來 那還做甚麼 買了東西要害怕 你買下這類的錶 這類的錶 不是單單看時間 其實是一種Innovation的體驗 它要怎樣花精力 將本來一個普通機芯的 湯流幾層的Layers 將它全部是怎樣 一個水平線 打平了 在隔壁左右 它顯示一些components出來 就不同於普通機芯的樣子 不是說做出來就叫做OK 而是說你的走時 起碼要準成 這是最基本的 Balance View 和Exkirmment 是一條橋鞏固著它 讓它這麼冒風 受到撞擊的影響 它亦都在某些款式上 加上Exkirmment Bridge 同樣功能 雖然薄 但其實保護措施 是做足了 當然我們經常說 品牌裏面有Bran and Butter 這個很固然重要 但如果有些模特兒 它能夠也是Bran and Butter的同事 亦都是一個Talking Piece的時候 這個完全是很難拿來做到的 它可能是一個好的Talking Piece 但未必市場上 消費者或是End User 會覺得 我會買我會用 而這件事它拿捏得挺好 我覺得它也是不錯 大家對於這個品牌 過去十年的發展 中標的發展 今天你們怎樣看 這個品牌的手錶呢 又或者你們沒有誰 已經是戴過的 有這樣的經驗 不妨告訴我 我們看好幾年 要不要找到 尤其是 去年 都沒有 你不是 你不是 你不是